那你们可能会说 老师这可不可以取代Notebook LM 好我老师跟你说 大部分的状况下可以取代Notebook LM 好少部分的状况还是Notebook LM会比较好 你知道这个东西厉害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现在我现在都问完了对不对 来大家看右上角 深层简报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优于Notebook LM的地方 因为Notebook LM他没办法做这些 深层简报 深层新制图的内容 他这个Fellow里面有一个主题集很好用 那其实这个主题集有三个软体 你是需要一起去做比较的 第一个是Fellow的主题集 Notebook LM跟Track LGBT的Project 这三个东西功能都非常的像 但是他会有一些共通点跟差异点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我现在我用这个Fellow示范给大家看 你Fellow是什么用的 来免费账号的话 这个专业版搜寻是每天五次 长按分析是每天三次 深层PPT是每个三次 所以非重度使用者你就很好用了 好 那我现在把账号换成我的 前几天那个Pro账号很好用 点三下就Pro账号了 七天试用 我现在换回Pro账号了 那我们现在来用一下这个主题集 主题集 来比如说我现在问一个问题就是 在Fellow里面主题集的功能要怎么使用 请简介并举例说明 好所以现在你什么不会你就问他什么 比如说我要介绍主题集是什么 我就搜寻主题集给你看 所以现在学习已经很方便了 有这些工具真的是太厉害了 我也是都用这些工具在学习 来主题集的话 它是Fellow提供的一种资料组织方式 它可以集中管理所有的搜寻对话记录 我们也可以用主题集去设定一些提示词 来确保内容的回答具有一致性 我们也可以多样化的整合资料 它可以上传文件跟连结 那协作跟分享也是可以的 这个是主题集超强的功能 我等一下会讲这个功能 真的超级好用 好那我现在我现在搜寻的对话串 我觉得很好 我就在左上角的地方 你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加入主题 我把我这个对话加入主题 好那你这个主题的话 我可以去建立新主题 那比如说这个叫做Fellow与Notebook M与Chad GPT Project比较 比如说我把这个主题设为Fellow 然后NotebookM跟GPT Project比较 所以建立 接下来我在这里的话 我就建立一个主题 所以你看一下我的主题 那你在左侧的地方 也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题 左侧有一个主题集 有一个主题集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个主题 好你点下主题集之后 来你看一下 在这里的话 我有问一个问题 我刚刚问的问题的对话就在这里 他可以把我们很多的对话 历史的讨论串 会集中在这个地方 那我可以问他问题 那你看 我在这边问他问题的时候 我会有几个选项 比如说这边你看一下 这边有个知识源 你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个知识源 这边有可以上传文件 这边可以增加连结 好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主题集的知识源 你可以提供档案给它 你可以上传档案给它 这边是可以上传档案 50个PDF Word或PXT档案 或者是你可以给它连结 所以知识源的网站连结 最多加入100个 当你在知识源的地方 有给档案跟连结的时候 你可以做两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你在这个对话视窗的地方 就开网路这里的话 接下来你问他的任何问题 他都会从你旁边的上传的档案 跟连结里面去搜寻资料 也会上网搜寻资料 所以他搜寻资料会变成是 他上网也会搜寻 那也会搜寻你给的连结跟文件 所以他搜寻的网路上的资料 也会搜寻你给的答案跟文件 再把结果给你 是可以这样的 或者是 来 各位老师你看 这个网路 然后你把这网路功能 你把它按一下 网路功能就会关掉 那关掉什么意思呢 它就会只回答 我上传给他的文件跟连结 他就不会上网搜寻 所以这个功能 跟notebook.lm的功能是一样的 那我这边就稍微示范一下 好不好 示范一下 所以我这边新建一个主题集 建立一个主题 好 AI白皮书好了 比如说AI白皮书 好 示范给大家看 所以我在这里我上传 我要 我要给他的文件 AI白皮书 所以我就给他 我已经先找好了 我给他 新北市教育科技白皮书 玉部中小学数位指引3.0 欧盟AI白皮书 跟日本的AI白皮书 我给他这四个档案 全部都是PDF 好不好 所以你看 是个档案 当然你也可以给网站连结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一下我的右边这里 就有档案的 那你在问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把这个网路打开 他问的问题 就会根据我们文件的内容去回答 好 所以我们问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问呢 来 我这时候我就要介绍一下 我们的Lenner模型 好Lenner模型 我按照这个Lenner模型去提问 那我这个Lenner模型是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翻译 就是说 你就照这个范例去问 原则上八九不离死 当然你可以有其他的延伸跟应用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当你在做这些 类似Notebook LM的提问的时候 你可以利用这个Lenner模型 来去做提问 好 所以我们先 第一个问说 你这份资料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或是核心理念或价值是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去问他 所以我们就来问问看 所以 这份资料的 好 接下来我们切回来 来 大家看一下 我问他文件的核心理念或价值是什么 接下来按 他就会从我上传的资料里面去 所以你看我右上角 右上角他的资料来源就是我上传的资料 大家有看到吗 你看他就是根据我提供的 你看核心理念科技融入教育 有没有看到 数位素养的培养 个性化与世性化学习 数据驱动与教育决策 社会情绪学习 公平包容 好 你看我就可以根据我提供的文件去问问题 再来他后续的这个提问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提问都相当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去做后续的提问 那我这边先照我们的提问去做提问 好 来 第二个就是 接下来我们问了他的核心 以后我们要问说 有哪几大重点 有哪些主轴需要关注 所以我们一般第二个问题 我们都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就问他说 后续的问题 来 我们可以问他说 文件中的主要主轴有哪些 好 那一样按输入 所以他搜寻的资料都是用我给他的资料 所以你看 这是从里面去搜寻我的资料之后 去做生成的 那后面那个有数字 他会标说是从哪个资料去引用的 所以他每一个 一二 第二份 他只有引用一二份资料而已 ok 来 再来 接下来 我们Learner的第三个 再来追问细节 深度了解一些细节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主轴中的重点细节是什么 我们可以问他 所以比如说我想要问的是 诸位教学策略与工具整合 你就根据你提问的 去找一个主题来看 数位教学策略与工具整合的重点细节 是什么 一样点他 所以他就会 你看 我觉得很准 翻转教学 课前课中课后 合作学习 自信学习 数位工具整合的重点 这边都非常详细 你也可以针对单一份资料去问 是没有问题的 他这边可以让你勾选 资料来源他可以让你勾选 在专题里面资料来源你可以勾选 是没有问题的 再来 我们Learner的第四个 来 你要确认一下来源的资料 所以你看 我刚刚在生成的时候 其实他后面都会标注 他的来源资料是哪一份资料 再来 你在 你在右边的地方 像他 像他这里 右边的地方他会告诉你 他是引用哪个部分 所以他把它 反 反栏 他这边有引用他这个部分 你可以从他右边的资料来源去看到 他是参考哪一个资料 所以他是可以看到他参考的文献资料 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幻想的内容 因为我上传给他的资料都是官方的文件 好 好 再来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五部 第五部 生成内容 那像这里的话 我们通常会举例 或是生成什么简报大纲 或是生成考题 生成教材教案都没有问题 这里你可以去请他生成内容 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来生成一下 请他举一个范例 好 这里的话 我跟他说 请举一个例子说明 数位教学策略 与工具的整合 那这里的话你也可以生成简报大纲 都可以 你可以请他生成 所以你看他这边举的一个科目 高中数学 然后主题目标 然后举例 课前准备 对不对 课前准备 再来课中实施 再来课后延伸 都非常的好 像这样 后面有些提问问题 我觉得也相当棒 来 再来的话 激发成果创造价值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part 就是多角度提问 所以我们问他 我问他说如何从不同的角度 看数位教学策略与工具的整合 按数 我很喜欢多角度提问 因为有时候多角度提问 就是可以激发我们的创意 所以你看 教师的角度 再来学生的角度 学科特性的角度 我觉得他的idea都相当好 学生的角度 学科特性的角度 技术与资源的角度 教育公平性与包容的角度 我很喜欢这一part 好 再来第七步 第七步就是把你的问题重新调整 或者是重新提问 所以在这里的话 我就不做重新提问了 那你通常从第七步 我们会回到第三步 接下来再往复去进行 往复进行 来 大家看 你知道这个东西 厉害在什么地方 你知道吗 像我现在都问完了 对不对 来 大家看右上角 深层简报 就可以深层简报 深层简报 我刚刚所有问的问题 全部都变成简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是优于Notebook LM的地方 因为Notebook LM 他没办法做这些 深层简报 真的新制图的内容 好 下一步 选择我习惯用的模板 通常会建议大家 模板挑选 你常用的就好了 比较好改啦 乃哥老师 你看 是不是很好用 你看他的 耶稣非常多 因为我问了他很多问题 那你们可能会说 老师这可不可以取代Notebook LM 好 我老师跟你说 大部分的状况下 可以取代Notebook LM 好 少部分的状况 还是Notebook LM 会比较好 我现在把这个网路打开 文章说 世界各国在教育政策上 对于AI的看法为何 我现在我把网路搜寻打开 但是我有上传资料 那你猜他会怎么样 他会上网去找 他还会参考你的资料 他就是你上传资料给他 就是强迫他参考你的资料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优于Notebook LM 因为Notebook LM的话 他就没办法再去找新的资料 跟你原来的资料做结合 所以你看 他在这里的话 他找的时候 这边这个33就是 新北市教育AI白皮书 你有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给他的资料 所以他会去参考我给他的资料 好 所以网路上他也会去找 好 关于Fellow的主题集 大致上是这样 那相关的应用的话 先讲不完 我就做一个最主要功能的介绍 主题集 来 那我刚刚那个Learner模型 其实在Notebook LM 或是GPT都是可以用的 那我这边做了一个简报 给大家介绍这个Learner模型 所以Learner模型的话 它是一个循环 第一步第二步之后 接下来就是会变成一个五边形的循环 所以第一步是楼问大纲 再来一是问他的重点 一是问重点第二步 再来第三步 第三步就是问重点里面的细节 A 再来第四步 确认一下你资料的来源 再来第五步 接下来就是生成内容 举例 或是生成你好的东西 再来一 多角度提问 就是激发创意 再来R 调整提问 再重新回到第三步 第三步 OK 所以大家 我们这个Learner是这样使用的 我今天做了一个简报 给大家看Learner是这样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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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